元旦后上班第一天就赶紧来办公室看一下这个鱼缸 元旦值班的同事告诉我他的过滤坏了 我赶紧把他抢修了一下 在清理鱼缸底部的时候发现了新来的家伙 仔细看哦,能看到这些小鱼吧 最多也就出生了一两天左右 他们应该是这个鱼缸中的第四批小鱼了 鱼缸中繁茂的竹节草给他们提供了大量躲避的空间 他们可以躲避大鱼的追食 在这个角落里也还有好几条躲着呢 很多人问刚出生的小鱼吃什么 其实他们在一到两天是不需要吃东西的 在两天以后他们就可以吃一些非常细小的食物 比如我这缸水里面就有大量的藻类 可以提供小鱼丰富的营养 有条件的话还是喂一些枫年虾幼 这样小鱼长得又快又好 养小鱼的鱼缸在冬季不要换水 有脏东西底吸把它吸出来就可以了 水温任何的波动对小鱼来讲都是致命的 所以这一点非常关键 稳定的水温,较好的水质和足够的食物就行了 另外,混养的缸里面一定要有大量的躲避物 比如说像这缸里面的猪蟹草 长得非常繁茂 它们可以给小鱼提供大量躲避的场所 避免大鱼的攻击 这样也大大提高了小鱼的生存率 9块9买来的几条大鱼 现在换了满满一缸 得考虑加缸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